比比东是陀罗大陆的第一大反派 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可怜的人 比比东曾经是一位天真浪漫的少女 最后却被自己最尊敬的老师千转吉给侵犯了 对于千转吉的行为 有人说他是贪图比比东的美色 千转吉侵犯比比东真的是贪图比比东的美色吗 千转吉表示这是为了五魂殿 之所以有人认为千转吉侵犯比比东 是因为贪图比比东的美色 那是因为在陀罗大陆里 比比东是一位颜值气质俱佳的大美女 其实千转吉侵犯比比东 还真就不是为了贪图比比东的美色 千转吉表示我真的是为了五魂殿 多大陆描写过比比东非常信任千转吉 正是因为比比东信任千转吉 才会把他和于选方的事情告诉千转吉 最会引发千转吉侵犯比比东的事情 如果我们假设千转吉是个好色之徒 比比东不可能毫无保留的信任千转吉 也不可能把当时自己最重要的秘密告诉千转吉 如果千转吉真的是个好色之徒 也不可能到六十多岁连个子嗣都没有 并且从千转吉对比比东一发入魂来看 千转吉的身体也没有任何问题 甚至可以说非常棒 那么没有子嗣就只能说明千转吉是真的不好女色 大家觉得会是因为什么呢 欢迎留言评论